视讯与场景 视讯场景的用处 这只有在Squash2里面有 1.4的时候还没有 那在哪里我们把9的范例来当 我们的舞台只能有这几个背景吗? 不,你可以开启视讯 你开启视讯之后 你可以拍属于自己的场景 来当你的背景 假设我要的话就储存 像照片1就出来 这是480x360的相片 等它出来 有一张场景出来了 这是视讯的应用 那我们也可以在程式里面用 比方说这个场景 你注意看一下 我们在控制里面 侦测注意看一下 视讯开关 要不要把它射起来 这边可以看一下有台的动作有没有 我们把视讯当过关的时候 过关的时候把视讯打开 我不要用这个了 我直接用视讯的东西 然后设定为开 把视讯打开来 前面没有 刚开始我们把视讯第一关设为关掉 关闭 第二关我把视讯打开来 好,你看一下当我接收到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 原来这个场景会跟我们的视讯叠在一起 有个视讯叠在一起 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加上有人在控制我们的 这多一个互动性可以使用 那透明度你也可以改变 透明度要设多少 目前是50嘛 我有设成0的 不透明 这就完全是摄影机上面的画面 如果设定成90 这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看你需要哪一种感觉 还是说我场景就直接进来 当接收到这样子 视讯射多少 我设50就一半一半 当接收到过关的时候 这个场景是可以会动的 以前我们在设定 舞台背景的时候不太好动 现在多一个webcam的一个设定 让我们Squatch的画面更生动 更有临场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